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蒂,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困境里挣扎求生的密闭惊悚片《恶口逃生》 阿天是一个剧组的灯光师 这天,剧组来到一个巨大的泳池里,在水底拍摄电影 阿天的女朋友小美是一个演员,参与了此次拍摄 拍摄完成后,剧组的人让阿天留下来把泳池的水放掉 次日,她的朋友开启了抽水机 临走前还告诉了她,顺便帮她订了一份披萨 朋友走后,阿天不知不觉躺在泳池里的气垫床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阿天被狗狗的叫声惊醒 抬头一看,泳池里的水已经下去了一半 她赶紧游到泳池边上,希望能够爬上来 泳池有六米深,想要爬上去也没那么容易啊 就在用力的想抓住台阶时,一不小心把指甲给弄掉了 眼看这边上不去,阿天就游到放手机的地方 用脚踩在气垫床上,腰带绑着眼镜,想把手机拉过来 这样就能打电话求救了,可是依然是白费力气 此时,她的手机响了,是小美打来的电话 手机随着震动慢慢滑向泳池 阿天就站在那里,希望能够拿到手机 偏偏在这时,她的狗狗不失时机地掉进了泳池 为了狗狗的性命,阿天只好先去救狗狗 狗狗是安全了,可是手机却掉进了水里 泳池里的水越来越少 阿天就把身上的大衣堵在了出水口 外卖小哥好巧不巧这时送来了披萨 阿天刚好在泳池底部 外卖小哥没看到人就放下披萨走了 再次错过了化救的机会 阿天来回折腾了这么久,有点体力不支 随后就在气垫床上睡着了 小美刚才打电话,阿天没有接到 就自己亲自跑了过来 看到阿天躺在泳池睡觉,就没有叫醒她 自己走上跳台,准备来一个360度旋转跳水 阿天刚好醒来,就大喊着不能跳 可是小美已经冲了上来 听到阿天的喊叫,脚下一滑 头部一下碰到了跳台晕了过去 小美直接掉进了泳池里 阿天把摔伤的小美放在了气垫床上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泳池里的水已经下降到了腰部的位置 此时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条鳄鱼 闻着小美的血腥味就爬了过来 直接下到了泳池里 两边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泳池里的水彻底没有了 炙热的阳光烤得人有点受不了 还是要想办法自救 阿天就想打开下水道的井盖 看看能不能爬到外面去 好不容易打开了井盖 被鳄鱼宣钻了进去 阿天看着受伤昏迷的小美 最后还是决定钻进下水道一探究竟 在里面她没有碰到鳄鱼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出口 正当她以为有救了 谁知出口的井盖被锁了起来 这时狗狗的叫声引起了阿天的注意 原来鳄鱼从下水道里又爬了上来 直接冲着小美而去 阿天最后时刻抱着鳄鱼扔了出去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 小美也醒了 两人都鸡肠碌碌 狗狗拾去地把披萨扔了下去 不过只剩下两块了 其他的已经被狗狗吃掉了 两人是又饿又渴 忽然阿天发现鳄鱼下了一窝鳄鱼蛋 阿天就设下陷阱 把鳄鱼关进了下水道 把鳄鱼蛋偷来煮吃了 又坚持了一天 从泳池无法离开 还是要另想办法 阿天就把鳄鱼从下水道放出来 和小美一起钻了进去 此时天上飘过一个滑翔伞 阿天就赶紧爬上来求救 谁知滑翔伞上面是一个玩具 就在失望之余 一根铁丝落在了泳池边上 阿天就抓着铁丝 慢慢爬了上去 眼看就要爬上了 不料铁丝一下断了 阿天直接掉下来 摔晕了过去 醒来时看到鳄鱼正咬着自己的腿 阿天奋力挣脱了鳄鱼的撕咬 此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下水道灌满了雨水 小美就吹着哨子呼救 拴在上面的狗狗 听到哨子声 一下就跳下了泳池 铁链直接勒死了狗狗 阿天悲痛欲绝 凭着最后的力气 拿起铁棒直接扎死了鳄鱼 最后她拉着狗狗的铁链 慢慢爬了上来 撬开井盖救出了小美 还以为小美溺水不行了 最后小美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故事结束 虽然骗子智商不够 逻辑缺席 但是气氛营造的还不错 笑点多多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